安迪 能陪我聊会儿吗 当然 走 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 一直有一个疑问 我的妈妈是一个精神病人 身边也没有照顾她的亲戚 那我是怎么长到三岁的呢 我没有被饿死 没病死 没有被车撞到 甚至 身上连个疤痕都没有 除了大男不死之外 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 我因此甚至怀疑魏国强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你现在在怀疑什么 今天我听到包太太说过一句话 您要讨饭娘 不要做官爹 我才突然意识到 我可能错了 可能我也享受过母爱 正因为这种天性 才能让我存活下来 虽然我的母亲是一个那样的 妈妈 但她依然是一个好妈妈 安迪 我要是个男的 我就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 我原来觉得自己已经够惨了 跟你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 其实我今天真的还挺感谢包太太的 要不是她那些话 我根本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重新面对我自己的过去 让我重新想起我的妈妈 原来我也被爱过 就像 包妈妈 拼命去保护她的儿子那样 我也被保护过 包太太显然是把你当成儿媳妇了 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啊 其实我不相信我自己 有控制爱的能力 但是说实话 我是真的又舍不得 在我看来你是爱惨她了 爱惨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时时刻刻为她着想 想跟她在一起 即使中间有不少痛苦 但是跟失去她相比 都不算什么 就像小蚯蚓对殷勤 或者是你对王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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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爱惨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 不知道 我谈过两次恋爱 也许都非常失败 这方面我真没经验 凡姐你那么有经验 你干嘛问我呀 对 也许就是因为经验太丰富了 谈恋爱的感觉就不对了 吸取了太多经验教训 反倒不知道 爱情这就是什么滋味了 来 分赃 你的 眼窝 关关的 是我的 这 这 这眼窝从哪儿弄的 客户送的 三姐 你换这儿工作真换职了 你看你们那客户 多有成就啊 不像我 还得跑店推销咖啡 我可不这么觉得 以前呀 总在想面子要好看 可是后来看到你 你这一路的发展 我倒觉得工作这东西啊 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客户再厉害有什么用啊 你只不过就是个打工的 每天盘算着一大堆 不属于自己的钱 那种感觉 便没钱还难受呢